罐头食品是现代人生活中最方便使用的产品之一 在宜兰有一间鱼罐头厂 不止台湾内销是前三名 外销市场更是一方之霸 一年卖出的鲑鱼 卖鱼等各式鱼罐头就超过十亿元 但量力营业额的背后 曾经遇过经销商把他们家的鱼罐头拿来垫柜子 老板吴宗贤坦言 一路走来受到的欺负非常多 但就是不愿认输 咬牙一路奋斗打造如今的罐头王国 一把一把抓起工程员工俐落地 把刚做好的鲑鱼装进罐头 接着再倒入盐水油之后 风灌杀菌消毒之后就能准备出货 亦然这家鱼罐头厂做出的鲑鱼罐头 不只供给超商制作饭团 连锁早餐店更是指名购买 关键在这 其实我们以前是做纯油的东西 可是其实纯油的东西它就除了好吃以外它没有其他好处 它对身体就是罐了 因为鱼本身有油对不对 你在家用纯的油就是不加水的油去做它是很棒 可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你做成食品以后它把那些油都吸在肉里面 它有的人很喜欢吐吐吐把它弄得很碎嘛 一起吃喔好好吃喔 夾它面包也好香喔 可是它无形状就把油都吃下去 那是不是油脂过路你的膽固醇会过高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都经过改良 像比如说统一在使用我们的罐头它是降盐度 然后再来就是降那个油水比例 它就是把油跟水的比例抓到最适当 又好吃可是又健康 改良口味符合现代人要的清爽口感 而且这些罐头更没有加一丁点防腐剂 绝对不用加防腐剂 对因为防腐剂会变酸 那对品质也没有什么好处 只要你是照安全规范来制造 它绝对是安全的 第一个防腐剂很贵 第二个防腐剂会变酸 根本不适合它在罐头里面 防腐剂怎么样的防腐剂可以用 它是这样 就是说为什么要加防腐剂 以前做酱类的东西 比如说它做酱菜或者是做酱瓜 它在那个淹那个酱瓜的池里面 它要放大量的盐巴 那开始产生化学变化的时候 它是很天然的 可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会发霉 为了抑制霉定 所以它加防腐剂 可是一直被人家认为说 你也在坑他顾 你坑杀你 甚至有人还五年 现在韩国全部改成五年了 那一定是放防腐剂 错 为什么 高温去杀菌它了 而且它是真空 它当然不会有续菌 对啊 而且它有一个更好的作用 因为它是真空 所以它在里面会产生 自我的一种成味效果 所以罐头看起来很香 就是这个到底 所以罐头食品就跟成年老酒一样 得先摆个一段时间 等到入味之后再打开享用 所谓的越新鲜越好 是不应变的 因为罐头你很新鲜 它就是不入味 我们要让它放一段时间 又让它盛味 盛味了以后 罐头才是熟成的 味道是最好的 最好吃的罐头 是应该在十个月左右 好吃的料理 里色香味俱全 罐头食品也是如此 像这个台湾热卖的 鰻鱼罐头 制作起来是有些步骤的 首先把鰻鱼炸过 接着人工挑大小形状 放进罐头 最后装填酱料 静置几个月便能食用 罐头是最方便的料理 也是拓手可得的食材 轻易用罐头做出的美味 湖家做罐头的历史已经超过半世纪 湖家也为台湾赚了不少外汇 我的父亲他们开始做养故流水 对那时候替台湾赚很多钱 台湾那时候百分之四十的外汇 全部都是靠养故流水罐头 用鱼罐头赚回来的 大概五六十年前 台湾的外销时机 是全亚洲第一 对我们那时候的洋菇乳水 做到有配额 所谓的配额就是说 美国需要多少如台湾来支配 欧洲需要多少如台湾来支配 绿巨人你们都了解了 绿巨人以前他有做奶油洋菇 有做绿乳水还有白乳水的罐头 全部要从台湾拿 我们那时候就是替绿巨人代工的工厂之一 但随着工业发展的农业开始受限 农产品取得不益 于是无价转型鱼罐头工厂 那你的食品的原理是一样 就是说你不管是做蔬菜也好 你做水菜也好 做肉类也好 它的食品原理是一样的 你投入多少成本 所以为了这一次的转型 转型啊 以当时来讲大概至少五千万吧 那五千万的话 大概现在的五六亿吧 五六六 能够有恃无恐地投入大笔金额 是因为当时外销市场 也有水产品罐头需求 所以能无缝接轨地承接 过去卤水洋菇的客户 我还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流行 可是以前最流行的一个罐头 就是洋葱加绿色的那个豌豆 还有加鲍鱼 然后放酸酸辣辣甜甜的汁 想去做的蔬菜滋味 那时候的这个东西 一个月可以销30个位置 一年销300多个位置 不过这个外销罐头天王 却在后来转供台湾内销时 尝到从未有过的难堪 你先放罐头 外销的时候是什么 大概有多大 这一年约的外销是什么 外销 他还有十亿吧 这个十亿的外销前王 当时就会觉得说 我在台湾竟然拿不到四五亿的机会 那我第一年才做一百万啊 你想想看那有多恐怖啊 就卖不出去啊 很惨啊 人家不是跟你闲东就跟你闲西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罐头都是被寄卖嘛 那被寄卖甚至于 中南部淹水 我们家要去收账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刚有几个经销商开始卖罐头的时候 我总共有卖掉几箱 我这个先算给你 剩下的在地上的这个等于 我卖了以后再给你好不好 然后你自己去算啊 那以后总共有几箱 算了有四十五箱 我就跟他讲好啊 不知道你能怎样 我说他泡水了啊 到时候你水退了 我再给你回收回去 我换新的来 好好啊 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对话 很辛酸 可是就是四十 台闹往事 不免翻腾 但过去的就在过去活着 只能继续往前看 水果忠贤 改变口味 也改变包装 没有做什么内销嘛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 我们都只有外销 那外销的东西都是 很少量多样 不然就是 就算你多样的话 它也不是国内的主流 跟国内主流都不一样 我一开始就跟人家不一样 别人都用索瓶罐 我用光瓶罐 一开始大家都没有一开 我就不做一盘 我当然也有我们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很累啊 第一个我的成本比较贵啊 可是我卖了在里面 跟人家一样 甚至还被人家退货 可是我就坚持了 我认为这是好的方便 我为什么不坚持 而这些改变 消费者看到了 接受了 同业也起而笑由 那时候很多品牌 每一个品牌 都是我的老大哥 可是我就是有一个信念 台湾市场总共加起来 有十几二十亿的市场 内销市场 就鱼罐头 那么为什么不做 我至少要做一半嘛 那我现在做到了 目前无家的鱼罐头 台湾全通路都能买到 是业界第一 只是这个第一 现在却面临严峻的市场考验 因为都市生活太方便 民众多直接买外食 另外维护食品 与挑礼包的盛行 都对罐头市场造成冲击 吴宗贤估计 民国七十几年 单单台湾鱼罐头的市场规模 便超过三十亿元 可三十年过去 只剩下大约十六到十八亿元 吴宗贤再次改变 就是我们所有台湾食品产业 要外销中国 外销欧美国家 一个很大很大的罩门 因为我们自己 把化学室全部都掀出来 掀出来以后 台湾是交代了 可是消费者其实也不买单 哎呦 这三片那转化学室 马上消费就 开始就降低了 所以我后来我发现 唯一的办法 只有业者自己要去想办法 做无添加的 做回复到天啊 所有的食材全部都是天然的 它完全没有一个化学室 全部都直接标示 譬如说 我举例讲 譬如说我蚂蚁罐 就是蚂蚁 糖 酱油 五香粉 水 油 没了 再次改变 要用吴天佳的罐头食品 扭转大众印象 迎回消费者青睐 这个纵横海内外的鱼罐头天王 对罐头产业还是有热情 因为我做了三十年的内销 我前十五年很失败 我几乎都是被嘲笑的 所以嘲笑就是说 你又来喔 你的罐头不走 你都生生病的 都生锈了 你退回去我就退啊 回来就检讨啊 说我们为什么会被人家退啊 我们哪里吃的 吃起来不好吃 我们是哪里做的不好啊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跟结果 而希望是唯一比恐惧更强大的东西 保持希望走下去才不会后悔 也才能创造更多可能 看到这里小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声明镜与点栏目